李严谨尝吸肉反台急切片!狠砸200万大陆卖火锅! 李严谨砸200万元大陆卖麻辣锅!图中天气功!2018年3月4日! 一人李严谨因与继承车司机互凹风波,在台湾沉寂一段时间,后转往大陆发展,2017年9月在活动上从阶梯很衰,脸蛋,跪步及头上都有伤口! 他今次,日参加中天节目小明星大跟班,自爆回台渐渐发现吸肉,但因手术开刀14天无法上飞机,加上大陆医疗昂贵,他只能先回台切片看状况! 李严谨近期在大陆发展顺利,不但接了大型演出,还砸了200万元投资麻辣锅,也跨足美妆领域,卖起面膜! 他今次,日后路,先前因摔伤头顶秃一块,后来因为McCoyle给他不错的生物科技产品,他才成功缠出毛发! 记者文言询问他何时与McCoyle成为好聊?他直帅地说,因为同一系列的毛,哈哈哈哈! 对于两人都因最欧暗事业走下坡,他巧妙解读,看来已走出阴霾! 李严谨自爆大肠肠膝肉!图中天提供!2018年3月4日 至于外界最关心的感情现况,李严谨笑说,一直都有追求者啊,但是我自己心态还没调整好 对于先前与四海邦海钢堂前堂主宝哥传出绯闻仪式,他提及一面联络,还是要避嫌,因为观感不太好 尤其这一整年下来,我虽然觉得自己没做错,但讲话大啦啦,很容易被误会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